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今天做了奶香味的大炸饼 家人们看一下 表皮红料,内里绵软香甜 刚出锅,表皮又微微的酥脆 晾凉以后特别的鲜软 蓬松鲜软,做法超简单 盆中倒入6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5克酵母粉 40克白糖,搅拌均匀 喜欢吃咸味的可以加入5克的盐 把白糖去掉 接下来大碗中打入4克鸡蛋 每克鸡蛋的重量大约为60克左右 如果鸡蛋的重量不够 我们可以多添加一些牛奶或者是水 加入温牛奶180克 10克的玉米油 搅打均匀 搅匀以后,我们用这个牛奶蛋液来和面 分少量多次的倒入面粉之中 边倒边搅拌 搅成面盆的底部没有干粉的状态 再加入10克的黄油 下手揉成团 面絮成团以后,我们给它直接移到案板上 然后把面团多揉一会儿 揉成一个比较光滑柔软的面团 放回面盆中 密封饧发至两倍大 半个小时以后,看一下 面已经饧发至两倍大了 饧发得特别好 直接移到案板上,给面揉搓排气 这一步如果面团沾手,可以稍微的放一点干粉 如果不沾手,就直接揉 揉好的面团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分成大小菊嫩的面剂子 一个面剂大约100多克 取过一个面剂,您给它揉一揉 揉好以后,季口炒香 整理成圆形的面剂 取出做好的面剂子,直接压扁 用擀面杖擀开 从中间的部位转着圈擀 这样饼比较圆 擀着厚度大约为0.2厘米的小圆饼 不要擀得太薄 用刮板在中间的部位切成两刀 一个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做好的生坯,我们给它盖上保鲜袋 二次饧面15分钟 看一下这小饼,饧发至明显变得厚了 变得稍微大一些,这样就可以下锅炸了 锅中烧油,用筷子试一下温度 筷子的旁边有一点点小气泡产生 油温达到四五成热即可 放入饧发好的生坯 看一下,这个生坯入油锅以后 一定是飘在上面的 证明已经饧发好了 如果油温过于高 这个面饼的表面上色不够均匀 而且内里容易炸不熟 随着这个油温的升高 这个面饼一点一点的变得大了,蓬松起来了 底部大约炸至一分多钟 上色了给它翻面 翻面以后,始终保持中小火慢炸 整个过程大约二分多钟的时间 两面炸至金黄色 看一下饼,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大饼就全部出锅了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 可以试试这个做法又 蓬松又悬软,像面包一样 掰开里面看一下 这个饼里面是一点都不稀有的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海娟,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